谁知赋约的却是徐彬 原来徐彬受二姨太所托 拿银子打发素素走 他跳楼自杀了 连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有了 你先救啊素素 她哭着进了病房 二姨太以为儿子为自己哭 心里窃喜 结果得知素素跳楼 母子俩丧命 妈不会死的 素素她死了 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二姨太傻眼了 没想要她的命 毕竟是自个儿亲孙啊 二姨太心痛极了 我虽然平常嘴巴里骂得凶 可是她怀的毕竟是你的孩子 咱们瑜伽的骨肉 我能不认吗 这句话你怎么不早说啊 素素坠楼一失两命的新闻 上了报纸 重委的不负责任 让大发公司迎来了巨大危机 公司丑闻缠身 大量退单 差点压垮公司 都是你干的好事 叫你开除那个女孩子 你偏不开 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我看你该怎么办 二姨太作妖 污蔑大太太散播谣言 大姐 你没安好心 心机太重 太可怕了 工厂 你不想让重委接手 你明说就是了 你何必利用那个素素 长出这么大的阴谋 她在老太太面前倒打一旁 说大太太为了把重委提出公司 不惜毁掉重委 你不必拐弯抹角 直接把她撤职算了 也不会弄得一尸两命啊 妈 在众人面前 重委也昧着良心 你老实说 你跟那个林素素 到底有没有关系 她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 她肚子里的孩子 跟我没关系 这种话你居然说得出口 你良心过得去吗 拒不承认和素素的关系 无限大太太害自己 老太太听信谈言 一怒之下 让重委取代 大太太当总经理 明天由重委接班 妈 大太太白口莫辩 重委的经验不足 不能贸然把公司交给她 公司的业务 她已经上手 尽管公司绝对没有问题 你到现在 还霸着公司不放吗 气喘并复发 在送制途中 就停止了呼吸 临终前 她把自己所有的股份 给了爱雪 希望她带自己守护公司 大太太去世 二方得势 幸灾乐祸 笑她死得好 她死了 对咱们总说好事 我看你奶奶这次啊 是吃了唱坨铁了心了 宣布的干脆利索 只要你好好表现 爱雪那个死丫头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老太太开始后悔 逼死了她媳妇 本想来大太太屋里缅怀 老太太却听到了真相 爱雪替大太太抱不平 一辈子为了瑜伽 任劳任怨 却被众人逼死 缩缩怀的是崇伟的孩子 我就不能挺身而出 替妈妈作证 平台上妈妈 被奶奶骂 被撤职 许妈诅咒二姨太 崇伟等人不得好死 这样陷害大太太 还能吃得下饭 良心被狗吃了 小姐 如果你在天有灵 你就变成厉鬼 去找二太太和崇伟算账 爱雪想不通 崇伟为什么要帮二姨太 害大太太 毕竟大太太一直在为了她和宿祖 平心静气地跟二姨太谈判 谁也想不到会被反咬一口 崇伟过负了人家 到最后又死不成了 妈这是在替她赎罪呀 这样把妈逼死了 他们良心难安吗 原来素素的孩子真是崇伟的 老太太听到真相 才知上了二房的当 她悔不当初 后悔逼死了孝顺能干的大儿媳 老太太眼泪花花的流 逼死了大太太 二姨太窜到崇伟踢走哀雪 反正你给我记住 那个臭丫头绝不是省油的灯 为了你的将来 你千万不能心软 你知道吗 二房以为爱雪已经失宠 自无忌惮教训她 谁不知道她这个女儿是怎么来的 你给我闭嘴 什么事你都没学会 就学会了一张刻薄的嘴 谁知老太太还把爱雪当宝 雪猫 把雪儿小姐的东西收拾收拾 送到大太太屋里去 不行我不赞成 我们余家什么时候有你做主了 她历生训斥二房 还把爱雪提成了副总 也不看能自己是什么身份 能和我们一起吃饭 已经够抬军的了 还想得寸进尺 搬到里屋来 你 奶奶 我愿意住进妈妈的房间 二姨太不同意 老太太可饶不了她 老太太让二姨太看清现实 余家的主人是我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决定以孕之的名义 捐十万斤面粉赈灾 以安慰她在天之灵 要好多钱呢 我这么做也是在替某一个人赎罪 你还要阻止我吗 我这么做也是在替某一个人赎罪 我这么做也是在替某一个人赎罪